一个15岁的花季女孩开朗活泼 时常幻想地成为记者 本应有着光明未来的她 却因一场聚会香消玉允 是意外还是谋杀 节目组只给女孩亲笔信的一句话作为线索 灵媒们能感觉到那场可怕的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女孩安吉拉从六楼一跃而下 是自愿还是被迫 第一个尝试处理这个悲剧的是让和达纳兄妹 兄妹俩会一些笔相学鉴定 看着信的原件很快有了初步判定 是个年轻女孩15到16岁一直在笑 达纳模仿起女孩的习惯动作 家人们十分激动 安吉拉平常就是这样 达纳继续说道 这个女孩不久前刚刚离世 安吉拉的阿姨泪流满面 没错是阿姨 安吉拉自小就成了孤儿 跟她最亲的只剩外婆和阿姨 主持人为兄妹俩女孩死亡的原因 兄妹俩却没着急回答 一个小仪式过后 哥哥让说 女孩只出一个大房子 几个人正在庆祝什么 有三个男人 他们喝多了 达纳继续形容 安吉拉的阿姨瞬间崩溃 兄妹俩不得不终止挑战 达纳努力地安慰着失控的阿姨 原来亲人们早就怀疑 安吉拉的死不是意外 但调查证明 在女孩身上没有暴力的痕迹 和灵媒看到的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哥哥让说 是安吉拉自己掉下去的 难道女孩是被逼到自杀 达纳很是哀伤 随后拒绝了所有跟拍 单独跟女孩的亲人们聊了一下 具体内容 节目组不得而知 可女人们回来时 对女孩的朋友非常生气 安吉拉的阿姨只能靠镇静药物缓解心情 下一个接受挑战的是占卜师排哥 亲人们不太信占卜 下一秒却不得不信 因为刚摆好牌 排哥就说出了关键信息 这是个刚死亡的小女孩 好像是因为一个浅发色的男孩 亲人们立马认出了排哥描述的男孩 那是安吉拉喜欢了很久的男孩 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排哥接着解释 女孩很爱男孩 但男孩很快就有了新欢 女孩心烦意乱 想自杀 占卜师确信 这个爱情悲剧和安吉拉的死 只有直接关系 因为她看到了少女 是怎么结束自己生命的 跟兄妹俩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排哥说 女孩是为情自杀 从高楼一跃而下 没有任何暴力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女巫索尼亚看着女孩的信 本来挺开心的 下一瞬间脸色突然严肃 她看到了奇怪的画面 一个很长的走廊 窗户很大 周围都是泥 有很多瓶子 索尼亚描述的正是聚会地点 也是安吉拉死亡的地方 索尼亚尝试着召唤女孩 没过多久 安吉拉似乎有了回应 索尼亚对安吉拉的阿姨传达信息 安吉拉知道外公来了很开心 但很遗憾 没有等到舅舅 安吉拉的阿姨潸然泪下 的确在安吉拉死前 舅舅因为在部队服役 没能赶到 索尼亚看到安吉拉很痛苦地在大叫 难道当时真的有人 对毫无防备的女孩实施暴力 索尼亚说完这些情绪有些崩溃 哭着跟安吉拉的阿姨传达 这让安吉拉的阿姨想起来 在安吉拉的学校里 有很多关于安吉拉不好的留言和照片 索尼亚说重生安吉拉的是聚会中那些人吗 索尼亚继续描绘她看到的 一个人高个子 深色头发 纹身 戴着耳机 第二个人浅头发 瘦瘦的 兜兜尘 第三个人深棕色眼睛 很壮 亲人们认出了索尼亚描述的这些人 最后和安吉拉在一起的 正是他们 索尼亚认为 安吉拉没有遭受任何暴力 这些男孩也没有坏心思 他们只是喝了酒 取笑了安吉拉 他们没想到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他们的话只是导火索 学校里的流言蜚语 早就让这个少女的心变得千疮百孔了 绝望的女孩 选择一了百了 索尼亚传达了安吉拉对阿姨的歉意 安吉拉很抱歉 就这么放弃了自己 亲人们总算没那么煎熬 安吉拉没有遭受暴力就好 索尼亚花了很长时间安慰亲人们 希望他们不要怪罪任何人 也不要再内心煎熬了 现在 女人们在等最后一位灵媒的出场 花季少女离奇死亡 只有一封手写信做线索 康总会给出怎样的解释 虽然不会比相学 但康总很快感应出 这封信不是写给安吉拉的阿姨的 因为那时候阿姨很忙 根本顾不上安吉拉 确实 这封信是安吉拉写给外婆的 康总又看到了一个白色的玩具熊 亲人们有些震惊 他们没想到 康总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信的线索还是太少了 康总决定换个自己熟悉的方法 他掏出了自己的设备 一个小仪式过后 康总握住了阿姨的手 传达安吉拉的话 他又想去您家过年了 连裙子都选好了 安吉拉最后一个新年 确实是在阿姨家过的 阿姨也承认安吉拉 今年还一起过 可是再也没机会 突然 康总质问阿姨 为什么你没给她打电话 她那天明明告诉你她不舒服 阿姨哭着说自己是笨蛋 原来在安吉拉死之前 曾给阿姨发过短信 说自己不舒服 阿姨满是愧疚 康总继续描述 看康总现在的状态 像是和摔坏的安吉拉联系在一起 对于安吉拉的死因 康总给出了答案 是自杀 看着从观察室过来的外婆和朋友 康总主动赢了上学 这是康总第一次语言这么尖锐 这么小的女孩就染上了坏习惯 得知一切的康总十分气愤 她甚至不想跟这家人沟通 但她得继续 因为安吉拉没有怪任何人 甚至在请求亲友们的原谅 其实这已经不是安吉拉第一次自杀了 她手腕上也有伤口 主持人想知道 到底什么是压垮安吉拉的最后一根稻草 康总说 根本没有什么最后的稻草 也没有侮辱 她早就想那么做了 只不过是酒精给了她一点勇气 康总和家人们私谈了一下 她想让身处另一个世界的安吉拉好过一点 亲人们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过程 才真正放下了心中的结 希望屏幕前的各位 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 请你尝试说出来 不要钻尽死胡同 只要活着 一切都还有希望 这个世界没那么美好 却也没那么糟糕 肯定有人躲在角落 偷偷地爱着你